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记者知己在7月14号的报道 洛杉矶长滩港口13日出现了卡车抗议的车队 司机们以这种行动来反对一个新的法案 抗议活动导致该地区的一些交通陷入了混乱 北美卡车协会会长关于在14号表示说 华人卡车司机也参与到了这次的抗议当中 他称了这次抗议的法案名为AB5法案 目前司机是采用挂号的制度 也就是说呢一位司机买了车子给卡车公司工作 这个英文呢叫做Independent Contractor 也就是独立承包人 这个能以个人身份独立的进行拉货生意 这个制度呢其实已经实行了五六十年了 而AB5法案呢旨在限制使用独立商 并且呢在很大程度上将司机归类为卡车公司的雇佣员工 那么这对卡车业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关于表示说政府呢是比较强势的 必须要卡车司机做卡车公司的雇员 卡车司机被视为雇员呢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啊就是他们要添W2税表 因为独立承包人呢就是填1099税表 自己赚多少钱就拿多少钱 然后呢再去报税那么这个W2税表呢就是要每个月去报税 卡车公司还要给雇员付一部分的税 第二如果是雇员的话呢 那么就要买劳工赔偿保险 这是薪水的26% 这也要交税 关于认为呢政府可以因为新政策增加很多的收入 所以呢想要强制执行 他坦言说没有卡车司机喜欢这个政策 他说呢如果我是卡车司机我拿到的钱到年底会自己去报税 也不需要买劳工赔偿保险 买一个简单的保险就足够了 因此呢也不需要交个人税和劳工赔偿保险的税项 现在新政策所使所有的使所有的司机都变成了雇员 这就意味着呢很多人会离开这个行业 或者离开加州去别的地方再从事这个行业 这个法案呢影响卡车司机也间接的推高了物价 影响了消费者 业界的诉求是不希望有改变 希望维持原状 关于表示很多华人呢参与到了这次的示威当中 在最近的几年很多华人参加到码头的工作脱货柜 在过去的两年疫情期间 码头脱货柜的生意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很多华人卡车司机参加到了这次的罢工和示威 罢工不只是一家两家是一起罢工的 所以呢华人跑码头的公司都参与罢工 跑长途的就没有参与罢工 谈到这个事件对华人区消费者的影响 关于表示说物价还要继续上涨 运输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 加州或者是西海岸占全美进口货物的30% 所有西海岸的进口货物 整个物流成本都会相应的提高了 好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